强强名叫林佳烈,是台湾的一位女明星,她近日一度卷入吸毒事件中,她在国外的视频网站上发出视频,自爆自己的烟尿结果是阴性,以此来证明自己没有吸毒,还对网友说,我是良家妇女哦。 烟尿结果既然表明她没有吸毒,让许多人都以为她真的没有吸毒,但是,就在她刚刚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宣布烟尿结果之后,她就又出国拍了新的视频传上网给大家看。 在视频中,强强直播自己吸大麻,状态已经非常旋润,她还说,自己的眼前出现了许多问号。 强强强在墨尔本拍摄的视频,她到了一名网友家里抽大麻,还拍视频向大家炫耀她抽大麻的工具,一边抽一边录像,抽到一半她就开始投人了,但是她还是笑着对镜头说,我本人支持抽大麻,支持自然的行为,但是我本人是不喝酒不抽烟的, 也不怎么抽大麻,看来她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正常了,明明是在抽大麻,但是孩儿,在说自己不抽大麻,强强形容了自己抽大麻的感觉,说是眼前会出现许多问号,她自己也讲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觉,是一种很奇妙,很天然的感觉和状态。 她还笑着说,抽大麻之后,会很容易做傻事出丑,还说感官会比平时清醒,思念八方的东西都能注意得到。 在视频中,她仿佛还自爆了自己曾经吃过摇头丸,如此坦诚令人惊呆,竟然在网络上直播吸毒,网友们都无法理解她的行为。 吸毒之后的强强,自爆今天吸毒的量很多,她非常晕,这则视频的影响非常恶劣,网友都在严厉地谴责她,痛骂她。 虽然她的尿剑是阴线,但是她多次拍摄了自己吸大麻的视频,她还在视频中嚣张地说,大家都了解我的品行,我想抽大麻我就会去国外来吸,就让那些警察看着,但是怎么都抓不到我,让你们哼得痒痒痒的。 这是明显的挑衅行为,让大家都非常的讨厌她。 她对宣传吸毒的行为,也给金少年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,但是因为她起码都是去国外,暂时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。 她还自称是反毒大使,其实这个称号是她自封的,她的反毒是让别人有毒品和她一起吸毒,用吸毒的方式来消灭毒血。 但是这件事最后吃亏的,终究还是强强自己,吸毒已经让她的精神状态有一些变狂,说话失去了逻辑性,做事的性格也越来越乖张,最后还会伤害身体健康,大家要远离毒血。 这件事最后看起来,终究还是强强自己的变狂。